我们再来看改变分享界面的样式 改变分享界面样式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分享框的外部样式 第二个部分是弹出框的工作列表样式 这两个自定义的样式 CLSDT给我们提供了一个Demo 它都有一些很详细的讲解实现 我们就照着它的Demo来进行讲解 首先需要到它的文档上去下载这一个Demo 就是快捷自定义机 快捷分享机器自定义里面第八一项 点击下载这一个Demo 它里面有一个说明文档 这一项说明文档就包含了我们可以自定义的内容 我们把这一项工程导入到我们的EQNips里面 再来跟着它的文档 还一步一步的去分析 同样我们先运行一下程序 看它的自定义的分享验变是什么样子 点击弹出一键分享 可以看到这一个一键分享的页面和我们之前所创造的页面就有所不同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具体的代码实现 我们来追踪它的参考文档来一步一步的分析 这里说到如果需要隐藏用不到的平台图标 有两种实现方式 第一种是通过share sdk.超面文件 把对应的平台的enable属性夹为force 第二种是通过交往代码来实现 通过onekshare的odhatenplatform 并且常入一个平台名称 就可以把这一个平台给隐藏掉 这一个比较简单 我就不再演示 来看第上面的修改外部容器的样式 第一修改弹出后的 activity呈半透明状态 需要在onekshare这一座类里面修改 我们来看一下 修改弹出框的样式 其实是在onekshare的unit pageview里面来进行修改的 这一具通过set发射中的crawler 就对当前的activity设定了一个半透明状态 那么我们就可以猜想这一座fl page 它就是我们的一键分享的activity的contentviewview 那么它到底是不是 就是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它初始化的fl page设定了一个entronic listener 我们来查找一下entronic方法 在entronic方法里面 如果说这一个被点击的view是btnconcil或者是fl page 就finish掉当前的activity btnconcil我们知道它肯定是取消按钮 那么fl page又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这一个activity会被finish掉 我们知道有第一点取消 第二点击某一个具体的平台 第三点就是点击其他的区域 点击其他的区域 当前的activity被finish掉 所以这一个fl page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activity的contentview 我们再回到unit pageview里面 所以修改它的activity的半透明状态 实际上也就是这里 通过fl page.setboxdron的column 我们再来看修改整个容器的背景颜色 以及背景图片 修改背景颜色 它通过ll page.setboxdron的column 并且设定了一个白色 那么这一个ll page又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分享页面 我们就知道 这一个区域是白色 所以ll page就是下边的 这一个公格列表的布局文件 我们可以设定它的背景颜色 当然也可以设定它的背景图片 然后我们再来看修改弹出后的位置 这一个ll page 我们设定了好背景之后 通过fl page.artview 把ll page添加进去 并且添加之前我们设定了一个layoutpowerns 这一个layoutpowerns的creativity 是这里设定的是bottom 也就是底部 所以我们这里所看到的 这一个分享页面 这一些公格列表就是在底部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top或者是其他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取消按钮的文本颜色 取消按钮 其实我们只需要去找到这一个按钮 其他的设定就和普通的设定一样 它只是一个按钮 我们调用按钮的一些方法 就能进行相应的设置 比较简单 然后再看弹出窗的动画的修展 动画修展的话 这里有一个unit animal方法 那么是不是在这里面来进行实现的呢 我们查找一下这个方法 在什么地方被调用了 所以看到它在untroid方法里面 在unit配置完成之后 unit animal方法就会被调用 也正合复我们的逻辑 先初始化配置 然后再执行动画 这里面有两个animal 分别是show和hide 对应的也就是一键分享的页面 弹出以及关闭的时候的动画 好了 弹出窗的分享外部容器的样式 我们讲解完了 我们来修改一下 把背景颜色改成red 看到有没有发生改变 半透明状态 我们这里就把后面的颜色去改一下 再来运行一下程序 点击弹出一键分享 当然最多页面比较难看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所修改的效果 半透明状态 我们把颜色是改了之后 它已经发生了改变 修改一键分享容器的背景颜色 我们把它改成red 这里也是对应的是红色 下边弹出窗的位置 我们改成tof之后 这里平台的公格列表就显示在了 activity的顶部 与我们的设置正好相对应 我们再来看一下公格列表的样式的修改 需要在platform grader view里面修改 首先修改它的行列数 行列数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定义在grader view里面 那么它是在什么地方来进行复制的呢 在这儿通过court page start来进行复制 在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修改 然后再来看获取平台的数目 获取平台的数目 可以通过platform list的lens来获取 以及通过hiddenplatforms.sars 获取隐藏的平台数目 注意这一个 通过customers.sars来获取我们自定义的平台的数目 所以它实际上的page count 是通过sars来算取 而这一个sars 也就是platformsars交上我们的自定义平台的数目的核来进行计算的 下面我们来看圆点图标的样式 圆点图标它有两个状态 一个是灰色一个是白色 其中白色表示的是选重 如果我们需要去改变圆点的样式 就可以去改变gray pointer 以及red pointer 这两个bitmap对象来达到我们的所需要设定的效果 我们再来看公折的内边具 公折的内边具需要在graderview里面来进行修改 它其实上是一个liner layout 修改它的内边具 通过setpoding也就能很快的实现 就很简单 再来看平台的图标以及平台名字的样式的设置 它这里有一个循环 它其实就是对所有的平台进行循环 然后在这里面添加一个item 这一个item通过getview来获取 这里面就有一个imageview 以及testview 用来显示平台的图标以及名字 这里面也是调用一些空间的方法 就能很简单的实现 这里我就不再一一的颜色